古代将军上阵为啥都喜欢穿披风 难道真只是为了耍帅吗 他就不怕被敌军一箭射死吗 以别人说他还真是为了当靶子 在战场上 显眼的披风自然会成为敌军目标 这时候主帅就会把披风丢掉 或者换在小兵身上 然后自己趁机逃跑 三国枭雄曹操就经常玩这套操作 你说坑不坑 当然这并不是披风的主要作用 人家还可以保暖 古代披风分春冬装 春夏就是一块后布 平时拼身上耍帅 晚上铺地上当毯子 冬天的披风里面塞了不少后绒 可以当羽绒服 也可以当大棉被 第三个作用就是用来指挥将士 将军的披风颜色 要不是大红色 要不就是雪白 在乌洋洋的战场上 一眼看剧 分外显眼 倒也不是真的故意当靶子 而是为了维持阵型 不在战争 动不动就几十百八万人 一旦开打 再严阵的阵型也会乱 溃烂之后就完蛋 所以必须要有个参照物 这时候将军的披风就有用了 它就像一面移动的旗帜 士兵可以跟着冲锋 跟着巨龙 如若将军不穿披风 士兵回头一看 还以为主帅跑路了 免不得人心划散